虽然经济不景气 但是台湾的消费实力仍然是被国际品牌看好的 奥地利的知名水晶品牌 2013年的春夏新品秀 在亚洲的第一站就选择台湾 不仅将巴黎的走秀 原汁原味的空域来台 打造热带雨林的氛围 还邀请到了艺人张秀全 担任活动嘉宾 分享心目中的水晶单品 缤纷色彩 独藤印花 巴西国家的热情因子 被套用在奥地利知名水晶品牌 2013年的春夏新品 清新风格的薄纱洋装 搭配V字造型的水钻项链 或低胸的连绳裤装 加上长形项链的组合 羽毛 温重的造型元素 和大尺寸的夸张设计 舞台上的每一个细节 都是从巴黎通过来台 这是我们今年亚洲第一场秀 因为其实台湾一直都是亚洲这边 整个大中华地区 大家很重视的一个市场 所以这一次我们就是特地选在 刚过完年的这个礼拜 我们就把这个巴黎的整个show piece 就空运到台 然后来做一个完整的呈现 看重台湾的消费力 业者特别打造热带雨林的氛围 与模特儿的装扮相互辉映 最后压轴出场的 则是担任活动嘉宾的张孝璇 白色衬衫压着灰色羽毛独腾 粗犷的项链与原型的坠势 张孝璇分享她心目中 喜欢的水晶单品 我自己喜欢黑色的东西 那我这次拿的那个项链它也是 上面其实是有一些水晶 对那它其实是黑色的 对那对我来说 因为我比较喜欢简单的东西 那这样对我来说 其实是我觉得很好的 每一个单品背后 都有着共同理念 品牌创作总监 纳塔宁格连表示 希望透过系列作品 反映及时行乐的生活态度 即面对不景气的乐观精神 而这份讯息 也带给台湾的消费者 新闻人亚特定是成为模额李晶晶 台湾都有报道